大家好我是牛苏 早已准备好的黑客程序 屏蔽了追踪 并在追击飞船的火力压制下 成功开启虫洞 原本他的工作是一个飞行队长 这么一个高逼格的体制内公务员 是如何走上一条犯罪道路的呢 这还要从他的小时候说起 时间回到2022年 亚当虽然此时还是个小孩子 但体内技术的小剑剑之魂 已经开始发芽 由于长期嘴炮挑衅同学 即使亚当总因为个小 成为被打的那一个 但校方还是决定将他停学 父亲的突然离世 是造成亚当这样阴暗性格的重要原因 家里只剩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由于多次受到学校的传唤 母亲的工作也变得极可危 但二人的关系还是非常要好的 甚至母亲去约会 这样较为尴尬的事情 都会和亚当商量着来 因为他们心里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只剩下他们可以彼此依靠 这天晚上母亲出门约会 亚当百无聊赖的 坐在家里玩着电子游戏 突然家里的狗子 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 风也似的朝着 后门外的小树林跑去 亚当壮着胆子跟了过去 原本阴郁黑暗的森林深处 却多了一些亮光 那是漫天飞舞的树木 燃烧后的灰烬 像是精灵们铺好的道路 指引着亚当前往目的地 但小亚当明白 这看似唯美的环境下 隐藏着很大的危险 于是在找到狗子后 立马转身往家跑 甚至险些哮喘发作 可是回到家 他才意识到 危险并没有远去 有什么东西 潜入了自家的仓库 小亚当颤颤巍巍的 打开门一看 竟然发现了一个 受伤的陌生男子 小亚当吓坏了 马上掏出电话就要报警 但他很快发现 这个神秘男人的来历 似乎并不简单 自家的狗子 毫无防备的 趴在他的大腿上 更关键的 男人对家里的环境了如指掌 打开冰箱就能找到苹果 拉开抽地就有酒精 甚至对母亲的约会对象 也十分了解 还有更胜一筹的嘴炮功力 这时候的小亚当终于明白了 眼前这个神秘男人 就是未来的自己 但还来不及说明情况 大亚当就准备起程离开了 原本他的目的地是2018年 没想到出现错误 来到了2022年 在大亚当的带领下 小亚当看到了那艘 来自未来的宇宙飞船 高科技 透明 迷彩外壳 全自动升降平台 爆率的未来感 机身灯光 眼前的一切 都在不断撩搏着小男孩的心灵 哪个男人能拒绝一个 会隐身会发光 能穿越时空的高科技飞船呢 二人一起进入了飞船内部 可显然在之前的太空逃逸中 飞船受了不轻的伤 小亚当迫不及待的 想要把那些高科技按钮全按一遍 却受到了大亚当的警告 原来危险并没远去 只要亚当的DNA再次连入系统 未来的系统管理员 就有可能再次开启监控通道 好在高科技飞船十分牛叉 拥有自我修复的功能 等到大亚当的伤好的差不多了 飞船也应该能再次启动 这时候小亚当提出了一个 致命的问题 这种穿越到底算是多元宇宙 还是平行宇宙呢 大亚当记忆中 难道就没有出现 二人相见的记忆吗 显然这位小朋友 被漫威荼毒破神 大亚当告诉他 按照理论讲 在他回到原有的时空后 他们二人的记忆会被自动修正 历史也会因此改变 但这一切都要等到 时空穿着行为停止 也就是大亚当回去之后 才会发生 至于现在 他们两个基本上属于两个人 另一边母亲约会归来 小亚当嘴炮竟能全开 一边扬奉音为着 调侃母亲的约会对象 一边手指着对方 就差把你这样的 还想泡我妈写在脸上了 显然这样阴暗怪气 恶心母亲的约会对象 不是一次两次了 母亲对他的混蛋行为 也非常无奈 自己亲生的又舍不得打 只能一个人在后来冷静 而这一切都被躲在车库里的 大亚当看得一清二楚 他眼中满是怀念与愧疚 小时候的自己并不理解母亲 觉得他一点都不思念死职的父亲 可是现在明白了 一个女人一边赚钱养家 一边还要安抚不懂事的小屁孩 究竟是多么不容易 第二天二人相约一起去药店买药 大亚当穿上了父亲的夹克 他们明明是同一个人 大亚当却无时无刻的 不再教育着小亚当 尤其是牵扯到母亲的时候 在药店外 小亚当又遇到了学校里 霸凌他的那几个小混混 免不了又要挨一顿揍 可是大亚当发现后 不仅没有制止对方 反而试着让小亚当主动还击 显然小时候的弱小 是亚当心里的另一个阴霾 但可惜的是 亚当是一个天生哮喘 无法运动 而且个头矮小的人 即使鼓起勇气 也只有挨揍的份 眼看小亚当失落的离开 大亚当没忍住手 狠狠的教学了几个小混混 回到家 小亚当报复式的锁上门 乱翻大亚当的未来装备 在他眼里 大亚当本能帮他欺负回去 却选择了冷眼旁观 这当然也是大亚当心中的痛 虽然心有不忍 但是他知道 只有在不断的挨揍中 自己才会变强 就在这时 小亚当从包里 翻出了一个女人的照片 这似乎是大亚当 心里的软肋逆鳞 一直嘴硬装作 什么都不在乎的他 突然沉没了 他曾经是我老婆 说完大亚当 投意不回地离开了 他独自一人来到酒吧喝酒 遇见了前来戒酒交潮的母亲 父亲去世后 他把一切担子压在自己身上 还刻意地在小亚当面前 表现出一副坚强的样子 直到长大后 亚当才意识到 母亲也是个心碎的人 父亲突然离世 对他的打击才是最大的 而小时候的自己 对母亲只有伤害 在与母亲 以陌生人的视角聊天时 亚当才能自如地 把一切委屈与愧疚告诉他 生活就像壁东 如果你不能反抗 那就只能享受 母亲突然眼泛泪花 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 非常不同 第一次有人如此了解自己 正当他准备深入了解一下的时候 亚当闪了 乖乖 这要是不闪的话 出事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飞船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而大亚当也终于说出了 此行的真实目的 亚当的父亲 其实就是发明了 时空穿梭的科学家 但是在未来 这项科技 并没有让亚当真正富裕起来 反而是一个资本家 垄断了技术 时空穿梭是多么强大的科技 资本家就靠着他极度膨胀 在资本圈和政治圈 风生水起独占凹头 将未来世界搞得一塌糊涂 而就在这时 亚当的妻子 发现了一条来自2018年的穿梭记录 2018年正是父亲 时空穿梭系统上线的那一年 妻子发现这条穿梭记录是违规的 这里面很有可能隐藏了什么秘密 于是作为成绩第一名的特等飞行员 秘密穿越时空 回到2018年调查 没想到一去无回 杳无音讯 无疑这里面必然隐藏了什么大秘密 所以亚当才冒死前来调查 好了 故事背景交代差不多了 本片的反派该出场了 亚当凭借惊人的嗅觉 提前发现了词宝无兵 亚当作为本片的主角 当然不是小咖了 凭借不俗的身手 外加强大的高科技设备 成功地抵御了搜捕队的第一波攻势 在加巴咖喱棒的加持下 他拖着受伤的身体 轻松干掉了至少一半敌人 但双拳难敌四手 何况对方还有一艘武装飞船 凭空出现 亚当被飞船的离子大炮锁定了 资本家刘姐 甚至用小亚当的生命威胁他 回到未来 眼看他已经没有办法 准备投降 突然一颗榴弹炮击中了飞船 一个黑衣女侠从森林中撞了出来 矫健的身手 杀得敌人措手不及 亚当定睛一看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心心念念 想要营救的老婆 二人从相遇的第一面就追着爱河 而这么多年的训练配合 早已无比闲熟 即使一句话也没说 一个嘴都没亲 他们还是通过精妙无比的夫妻双大 轻松解决掉了每一个人 并开车逃离了 那么失踪多年的妻子 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呢 原来妻子的飞船在2018年被人炸了 好在他平时都有健身 炸弹追不上他 然后就一直暗中守护着小亚当 而他也查出了刘姐的秘密 当年那个穿越到2018年的记录 正是刘姐为了回到过去告诫自己 好提前布局各种非法手段 成功独占了穿越时空的科技 控制政客 买办工厂 递到了自己的资本帝国 妻子坚信亚当一定会来寻找自己 可两个相爱的人终会相见 眼下亚当是唯一一个有能力阻止刘姐的人 他要去劝说自己的老爹 销毁时空穿梭机 以后也别整了 可是这里面又有个悖论 假如没有时空穿梭机 亚当和妻子很有可能不会相爱 为了终结一个资本家的统治 而失去自己的爱妻 这种情况下 你该如何选择 妻子还是很有正事的 为了守护地球的和平 他心意已决 等待四年就是为了这么一个机会 干吧亚当 无奈亚当招待着小亚当去一起穿梭 刘姐的反应还是很快点 刷了一下就找到了妻子 用大炮威胁他 说出亚当的位置 可妻子宁死不屈 甘愿炮绝坦坦荡荡 咱们述说简短 在成功躲避了追击后 大萧亚当回到2018 找到了父亲浩克 父亲不愧是研究石工虫洞的科学家 只通过亚当身上的夹克 以及二人对视的眼神 就猜到了大亚当的身份 血浓于水 儿子不论如何成长 都离不开父亲的眼睛啊 你的确是穿越之父 但是也没什么露脸的 咱家也没发财呀 钱都让你的合作伙伴 刘姐赚走了 亚当告诉了父亲 自己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销毁石工穿梭机 可这父亲却言辞 拒绝了他们的行动 在发明石工穿梭的时候 他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科技背后的危险性 于是制定了一系列的 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来约束那些 使用这项技术的人 在他眼里 亚当的行为 已经违反了无数条规则 作为一个单纯善良的科技家 他拒绝参与这种 不符合道义的行动 而且石工穿梭技术 是无论如何都会被发明的 我们应该让即将发生的事情发生 这是一个物理学家 最为基础的客手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父亲 没有意识到 他是有客手的 但是资本家从来都不会有客手 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地 越界越界越界 让资本家自我约束 简直是天方夜谭 此时的亚当 没办法说服父亲 只好自己蛮干了 不过他犀利清楚 这一次独闯龙坛 可谓九死一生啊 果然就在亚当行动刚刚开始 无数的隐身词暴兵 突然出现 将他团团围住 不过亚当一点都不意外 几百米外 小亚当早已操控着无人机 锁定了对手 这机器的操作手法 与电子游戏没什么区别 他手掌一握 啪的下去干飞了五个 亚当从裤装里掏出咖喱瓣 又是一顿咣咣咣咣咣 这时对方的支援部队 也快速下来 小亚当眼急手快 解决了一个 可还有一辆车 直直撞下亚当 难道他要死了吗 哦没有 千金一发之际 父亲驾车怼了上去 尽管他作为科学家 依然不赞成亚当的计划 但他是一个父亲 俗话说的好 机器没了可以再造 大耳没了 就是断子绝存 其实有一个研究 父亲从未透露给任何人 这项关键的技术 只存在于父亲的脑中 和一张光盘里 只要拿到核心光盘 时空冲动 就无法稳定运行 父子俩一路畅同 来到时光机器面前 刷的一下 就取出了里面的光盘 还以为要经历一场大战 没想到这么顺利 就在亚当以为 本篇要结束的时候 刘儿姐带着过去的自己 来到二人面前 他们还抓住了小亚当 没啥可说的 光盘留下 你们仨走 如此危机关头 当然不能投降 亚当突然给了 小亚当一个眼神 手枪走火 子弹打碎了机器的 磁化一类场 所有金属物品 都向着失控的大机器飞去 而众人的终极之战 也拉开序幕 父亲尝试着停下机器 亚当与队长男 开始一位一 从光剑打到徒手 从格斗搏击 打到泼妇撕逼 最后亚当成功地 用飞来的大铁块 干掉了对方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刘儿姐还不死心 拿着枪威胁三人 交出光盘 可没想到 强大的磁场 干扰了子弹的轨迹 竟然误伤了 2018年的本土刘姐 随着她的死亡 来自未来的老刘姐 烟消云散 三人成功解决了地球危机 时空旅行 这种备受争议的技术 也将彻底埋藏在 这所实验室里 大小亚当将回到 各自的世界中去 可临走前 他们准备把父亲的死法 详细地告诉给他 没想到奇迹发生了 父亲拒绝 让该发生的事情发生 这是一个物理学家 该有的恪守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恪守你妹啊 大小亚当也没说什么 只是告诉父亲 减减肥 都碎了 满地都是 瘦点的话 不至于 刷的一下 小亚当长大了 与母亲和解 并在未来的某一天 遇见了那个 让他一见钟情 坠入爱河的女人 本篇就完了